最後就問說 蝶仙 蝶仙 請問你現在人在哪裡 喔賽 結果那個蝶仙說 我 在 窗戶 邊 然後 然後還有人問喔 還有人問說 是窗戶外面還是窗戶裡面 然後他回答一個字 裡 裡面的裡 大家就跟你反應一下 然後開始 然後所有人就開始 翹頭 翹頭 然後那個蝶仙不是四個人嗎 最後也剩下三個人 因為有一個不管 直接閃掉 然後另外三個人趕快壓著 壓得很緊這樣 然後我還留在那邊 然後我看看我怎麼辦 然後他說 你還幫忙 我不要 我才不要幫忙呢 還不要幫忙 對 然後我說那你把他請走 他說蝶仙蝶仙請歸位 蝶仙蝶仙請歸位這樣 他一直在外面 蝶仙不但一直繞 一直繞 還一直繞給你寫布 一直寫布 到了第三次布的時候 我說 那 我就閃 第一次接觸蝶仙 就是我們所謂的畢業旅行 然後我們的畢業旅行 就是三天兩夜的活動 在金山一個活動 我們去的第一天晚上 就是晚上課上完了 晚上上到八點還九點 你們去畢業旅行還上課 我們那個根本就什麼叫畢業旅行 三天兩夜就是一個小時一堂課 一個小時一堂課 就是有些活動 類似這樣 然後第一天晚上所有活動都結束 我們可以回到寝室 然後我們到了寝室 洗完澡出來發現 所有男生寝室沒有一點聲音 而且沒有所有燈都沒有亮 沒有一間寝室的亮燈 一個寝室十二個人 沒有一間寝室的亮燈 然後我們就想 什麼狀況 也沒有停電 因為我們有在用電 可以亮燈 接著就 你就發現外面沒有人 可是偶爾會有 好像一世人影這樣 一個水水這樣 接著有一個人就進了我們房間 然後進了我們房間 拿一個枕頭很小聲說 沒有 不知道誰開始玩枕頭戰 所以現在誰打誰已經搞不清楚 敵友不分 你們最好拿著枕頭在宿室 在那個寝室裡面待命 有人進來就扁 然後我們大家就在裡面等 什麼學校 枕頭拿著 然後等了一個多鐘頭都沒人 沒有人進來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進來 等一個多鐘頭 對 沒人 就沒有睡覺 然後我們出去扶擊別人 就到了別人的房間 發現每一個房間都沒有人 人不要跑跑去 後來找… 才發現所有男生 全部聚在一個房間 十二個人的上下鋪 上鋪 下木 還有旁邊站的人 全部站滿了人 正中央房間有個桌子 然後就一票在那邊玩 碟仙 碟仙啊 什麼東西啊 就看 然後旁邊不是夜總會嗎 就問我 你看他情很快 碟仙 碟仙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男生多 然後男生多 越問就越大 你問他什麼 最後就問說 碟仙 碟仙 請問你現在人在哪裡 結果那個碟仙說 我在窗戶邊 然後還有人問喔 還有人問說 是窗戶外面還是窗戶裡面 他回答一個字 裡面的裡 大家就跟你反應一下 然後開始 然後所有人就開始 翹頭… 五六十個人擠一間房間 三秒鐘之間全部翹光 大家很安靜喔 非常安靜 然後那個碟仙不是四個人嗎 最後也剩下三個人 因為有一個不管 直接閃掉 然後另外三個人 趕快壓著 壓得很緊這樣 然後我還留在那邊 然後我看我怎麼辦 然後他說 你來幫忙 我不要 我才不要幫忙 對 然後我說 那你把他請走 那你把他請走 他說 碟仙 碟仙請歸位 碟仙請歸位這樣 他一直在外面 碟仙 不但一直繞 一直繞 還一直繞 給你寫布 一直寫布 到了第三次布的時候 我說 那 我就閃 我就把他們留在那邊 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是你走了 我走了 後來他們三個人 後面總共有七個人 那三個人都出事 我沒弄 後來...後面 我去的時候總共有七個人 然後說誰玩呢 我就開始罵人 誰玩呢 他說 班長 算了 自己人就不罵了 然後他媽騙人 這個怎麼... 就是有人提起的 怎麼能站這邊啊 他說 碟仙在這邊 放屁在這邊的話 吹幾個陰風嘛 在室內 在室內有風 而且他們的窗室是關著的 會毛了 你知道嗎 然後看看 有沒有 誰... 又開始中風了 有... 請來周爺... 請來周爺... 他要去碰 不行...要點... 弄了反正好久 才把他搞回去了 我以前住過一個公寓 公寓五樓有個太太 我就常常看到他 就是看到會頂個頭這樣 有一天... 有一天... 我在家門口在開鑰匙 他就把我攔著 陳先生... 那個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女兒 然後我就聽 陳先生 我有個女兒 關我什麼事 你知道聽嗎 陳先生 我有個女兒 唸醒吳 今年三年級 他是唸觀光科的 然後他就開始講 大概講了二十分鐘 我現在聽不出來 跟我有什麼關聯 因為都在描述他女兒 我說那你女兒是跟... 我有什麼可以幫忙呢 不是不是 你聽我講嘛 他最近交一個男朋友 他們兩個感情不好 常常吵架 那這是他的八字 要幫他賺利 你知道嗎 就做節目你做到講 蠻多的 而且像很多人說什麼 要搬家搬家 找瑋哥來看一下 對對對 人家不是看風水的嘛 你找他來幹嘛 對...很多人會... 沒有太多了 你懂得 你懂得 我 我 你 你 你